一宗发生在2015年 震惊社会的主动少女奸杀命案 由男子林春雄等人设案 殴打性侵一名秋心少女 甚至焚烧尸体 全案一审过程 全数判处无期徒刑 尺夺公权终身 到了更二审则加重刑责 重判林春雄一人死刑 其余四人全数无期徒刑 直到全案进入更三审 台湾高等法院认定林春雄等人 具有杀人的不确定故意 且未打两公园中的最严厉犯罪 加上经台大医院鉴定 认为五人都还有教化可能 因此台湾高等法院 二十四号宣判 五人全数改判 无期徒刑 尺夺公权终身 全案仍可上诉 因为直接故意和不确定故意 在犯罪的质量上 还是有差距 那因此本院合理天审则的结果 认为不构成这个工程公约 所定的这个情节最重大的犯罪 因此并没有对被包吻 属于无期徒刑 一线社工人员亲闻判决结果表示 也许法官有期专业考量 但认为由于台湾社会 至今仍为建制相关加害 及被害者的后续追踪关怀机制 也极度缺乏精神医疗团队人员 如此轻判 除了不确定能否有效教化 被告等人 也等同打击所有社工人员的努力 官就会这样子轻判 轻判之后 有从小熟视被告等人的民众观察 被告等人的失去行为 其实多半跟原生家庭 有极大的关系 长崎福岛原乡地区脆弱家庭的社工认为 不会有天生的坏孩子 但很有可能因为家庭失能 让孩子游走于社会边缘 同时也进一步观察 尽管自从去年 各地方政府积极不建社会安全网 但由于原乡部落地处偏远 加上多半族人惯于隐忍 因此还是会有不少 高风险家庭下的孩子被漏接 因为我们比较担心是说 邻居方面 他们没有办法马上联系或通报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薄弱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 强化社会安全网之后 只要我们一接到案子 就是10天内 一定要去看到小孩子 我们要看到孩子 就让我们安心说 孩子目前的状况这样 所以这样的机制 其实对我们来讲 就能够比较能够防范到说 会不会有漏会不会有那个 我们没办法就是 就会漏接的那个状况 新竹县社会处补充 明年起将在各部落设置 小卫星客户辅导系统 协同学校建构更全面的 社会安全网络 希望能有更多双手 共同承接家庭失能的孩子 原事新闻 台北市新竹珠贝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